好 美国的疫情我们刚刚看过 现在要关注的是美国新闻 也可以算是头条的 美国东北四周所承受四季飓风 爱达所带来的摧枯拉朽恐怖的一夜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一夜 美国这东北四周因为爆红 变成了重灾灾区 有20项前所未有的记录被创下 实在是非常的悲惨 在这一夜之后 暴雨强风带走了46条人命 而其中呢 有一些人就是在这个公寓 可能住在一楼 二楼 洪水整个烟灌进去来不及逃生 在家里活活灭顶 情况最惨的是纽泽西和纽约市 那么受困车内 我们说家里灭顶的有好些人 而纽约市丧命的最小的人才两岁 这东北四周总共停电超过了15万户 淹过水的地方全部是泥泞一片 而美国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 之前飓风登陆 那么登陆后的一周仍然有 近百万人没电 60万人没水 那么第一第二大的加油站 65%无油可加 严重的灾区 现在陆路水路完全不通 所以没有办法进入救援 美国总统拜登 在美国时间星期五 将会亲自到路易斯安那州看斋 一夜的狂风暴雨 让美国东北四周 纽约 纽泽西 滨州和康南 一刻部分地区 一觉醒来 宛如电影明天过后的场景 在后热带气旋 爱达袭击下 房屋被龙卷风吹垮 公路铁路遭大水淹没 住宅区泡在泥水里 造成15万户停电 至少46人死亡 很多都是在家中惨遭灭顶 滨州官员估计 接到数千通 受困洪水的求救电话 纽泽西州小镇邦德布鲁克 大水让列车车厢泡在水里 同时淹没临近的棒球场 州内第四大城伊里沙白 住在河边公寓最底层的住户 至少四人遭240公分的大水吞噬 140多公里外的牧利卡山 至少25栋房屋遭龙卷风摧毁 前一晚纽约地铁到处可见泥水灌入 沿线46个车站淹水 天亮后超过一半路线部分停驶 老旧的基础建设 显然无法应对极端气候 在纽约皇后区的巴士同样遭大水袭击 乘客必须站到椅子上 因为滚滚洪水已经流入车内 外面街道以大雨成河 Aimtrak美国国铁取消纽约州首府阿尔巴尼到纽约市的车班到星期五 华府到波士顿的路线则在周五恢复 纽泽西的纽华客机场星期四已经重启 但取消约370个航班 纽约甘乃迪和拉瓜迪亚机场也有数十个航班取消或延后 这场爆红无疑敲响气候变迁的警钟 是暖化的地球要面临的新常态 因为热空气会吸纳更多水气 让风暴更快变强也变得更大 纽约中央公园三个小时就下了132毫米 是500年一次的降雨 让纽约客直呼疯狂 一个晚上纽约市警察局就进行了69次水上救援 另外166起飞水上救难 也在市区拖掉500多辆遭气质的车辆 同时在纽约地铁救出800多轮乘客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批准纽约和纽泽西的紧急状态 将启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协助救灾 除了暴雨 星期三晚上也至少有四个龙卷风袭击马里兰州 另外一个则冲向纽泽西州 而遭四级飓风重创的路易斯安那州 滨海小镇格兰德岛已经几乎失去原来样貌 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部分地区至今仍泡在水里 地方政府要评估灾损 但路上障碍物难以清除 自来水系统也难以修复 拜登将在周五赴路易斯安那视察灾情 同时指示能源部长释出15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 以解决飓风造成的能源供应短缺 体积社会综合报道